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相處到現在 因為想做的事情很多啦 就是我們兩個講好 就是因為對我來說我算是 我26歲有家庭嘛 我還在 我還在 所以還是可以去 不要難過 那因為我們現在住在宜蘭 然後那天有一個朋友來找我們 就陪朋友聊天 在海邊 然後就看了聊聊聊聊 聊到日出 那個太陽要升起來的那一刻 然後我們本來是一群人坐在那邊聊天 聊一聊我就說 我們兩個去散個步吧 我們兩個就手牽手 然後就在沙灘 然後我就一邊走 然後他們就會講說 也太噁心了吧 因為那個畫面就是 哇太陽出來 然後我們在岸邊 然後兩個人手牽手 然後後面還有海浪 因為我們兩個的小孩 現在已經國中了 對 所以到了國中 他們開始要找尋 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對 那現在他們兩個大了 我們兩個就覺得說 他們想要有空間 就讓他們去 然後我們兩個也可以找到 我們自己重溫 我們以前只有兩個人的世界 現在常常有時候會安排一些活動 就說 比如說我們去哪裡哪裡爬山 然後小孩就說我不要 我禮拜一到禮拜五上課很累 我六天想休息 Yes 太好了 我跟媽媽去約會 然後這時候我就看著他說 老公你只有我了 對 結果我陪你去了這樣 很多朋友們就問我們說 你們兩個已經 兩個人從認識到現在 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然後我們結婚已經十七年了 已經生活變成是一個常態 應該不會再有那個激情了 可是我們兩個自己 常常私底下聊天 就包括幾乎每天晚上 我們兩個都在不小心地問說 奇怪我們兩個到底有 哪來那麼多話好聊啊 像我一整天都在做訪問 其實聲音都已經啞了 然後回家的時候我就想說 我今天一定不會想要再講一個字 結果我們兩個昨天要睡覺的時候 已經兩點半了 我們兩個躺在那邊眼睛閉著 然後還是一直在講 然後我那時候腦中想說 不是很累了嗎 但我們還是一直在講話 然後一直講到兩個人 就是都安靜 就是真的睡著那一刻 是真的有這麼愛講 我們兩個很好玩 我們出國去玩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很羨慕我們有朋友 他們可以夫妻兩個人 然後帶兩本書去 然後在泳池邊就坐在那邊看書 然後我們就說這種感覺好棒喔 然後就曬個太陽 然後我們兩個就每次也都會帶一本書去 可能那本書從來都沒有翻過 因為我們兩個是一躺下來 就該吃飯啦 就從午餐聊到晚餐 那個書沒翻幾頁 書有帶去曬太陽嗎 書有曬到太陽 然後就打開了第一頁封面之後 然後說老公啊 你你覺不覺得那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就又開聊了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又看書看一半 我就看一看看看看 看沒幾行字 老婆我覺得這句話講得好有道理 我有感觸耶 然後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就停止看書了 然後就開始聊了 所以我們那本書啊 可以看很久 對 對 然後我們每次出國 他都還是拿那本書 我說老公你有沒有換一本 那我覺得你說人沒有缺點 那是不可能的 人一定有缺點 可是我覺得 婚姻有時候走到最後 會有一個實踐 你就會覺得說看這個人 怎麼都是缺點 會真的在婚姻當中 會有一個這個階段 但是我覺得我很常提醒我自己就是要看他的優點 對 那像我記性不好是真的不好 所以如果他真的有什麼缺點 我覺得我很快就不記得了 然後我記得的都是他的好 還有一個他我覺得很棒的優點 我真的這一點 我就是不管在任何地方 我都是非常崇拜他的 就是說 兩個人一定會有摩擦 然後會不愉快 那因為他的品氣真的比較急 太平凡的時候我就會跟他說 我說你最近很誇張 我說我很不舒服 然後我每次跟他講完 他說 我不知道你這麼不舒服 所以你有不舒服你告訴我 然後我會改 那我常常講說 男人講話是能信嗎 但是我跟你講王府 王府講話是可以信 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答應我會改的事情 他幾乎都做得到 然後常常我都覺得說 我有時候會答應他一些事情 可是他說 欸 你怎麼又這樣 我說我忘了 我上次說什麼 有未來十年 如果想跟對方做什麼事情 就是牽著他的手一起慢慢變老 我怎麼對 太感性了吧 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相處到現在 因為想做的事情很多啦 就是我們兩個講號 就是 因為對我來說我算是 我二十六歲有家庭嘛 我還在 我還在 欸 這很感人欸 就是 對啦 就是人生就這麼短嘛 啊誰不是慢慢變老 欸 要牽著你的手 有人變老 不想牽著你的手就不行了 喔 也是 對 沒有 因為我們兩個 兩個人其實 呃 我們兩個有一個願望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環遊世界 但我相信很多夫妻都會有這樣子的願望 那我覺得我們兩個可以執行的 比別人更早的原因 是因為 我選擇在二十六歲的時候 就有了家庭 有了小孩 對 所以 我們兩個就講說 我們兩個接下來的人生就希望可以 你可以很轟轟烈烈的 就是把你的夢想完成 到處去各個地方 可是我們去這些地方最重要的原因 只是想要去各地生活 所以我們兩個還是生活最重要 我就會再誇獎他一下 看到你太多優點 因為他想要環遊世界 因為其實我入行很早 就開始賺錢 然後其實我也沒有太多物欲的生活 然後我那時候就一直跟他講說 我賺錢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吃美食 跟環遊世界 他結婚的時候我問他說 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他就跟我講 他最希望的事情就是環遊世界 所以我也告訴他 你這輩子 我就是努力達成你這個目標 對 我就 滿足了 所以他 去年開始就已經開始跟我討論 真的環遊世界這件事情的可行度 從什麼時候要開始 那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男人真的不容易 就是我很多人都會有冤枉啊 可是他真的放在心裡 而且他想要很早就去執行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他很棒 所以他剛說我比較感性 對 他比較感性一點 我們只要說我們要帶他去 他就很開心 但不用真的帶去喔 還沒帶去他已經感動了 才用講的他就這樣 這麼感動 那帶去還得了 帶去之後明天再哭 對 remind大家的